备战贸易战 港 中国智囊团不如美国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智库较少关注研究质量 缺乏实地考察 对美国事务的研究不足 据10月22日报道称 中国有500多个注册智库 大多数中国智库都是政府支持的 为了加强其美国研究并提高制定有效政策 以削弱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的能力 中国财政部首次于7月成立了一个有20个中国智库组成的联盟 此举汇集了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政部 外交部和几所一流大学的智库 曾就指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人民大学教授李忠尚表示 虽然近年来获得资助更容易 但许多研究人员仍然更重视获得资金并取悦他们的主管 他说 他们更少关注研究质量 因为他们知道很难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影响决策者 不同于美国 顾问甚至可以将演员 商人或其他不专业的政治家派往政治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说 有些研究人员只是坐在电脑前 他们从不费心去实地考察 没有人可以依靠这样的研究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财政部智囊团联盟的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对美国事务的研究并不足以让北京为 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推动的贸易征战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 消息人士称 北京的研究人员也受制于政府对外访问的限制 从而限制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激进贸易行动 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随着贸易战的加剧 外界开始寄望于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中美领导人会晤 不过有消息称 特朗普无意放缓对中国征收关税 相反 这三名消息人士称 特朗普希望中国领导人们从他的关税中感受到更多的痛苦